大家好,欢迎来到港京老这个频道 成立这个频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经和马经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帮到手,又或者喜欢赛马,喜欢看球的朋友 记得按Subscribe我们这个频道,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确保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多谢大家 接着想跟大家跟进一下的赛事,第三场赛事 都是跑泥地千二米的,是一场拆草的四班赛事来的,开跑时间是2点 1号马这只行进宝区,练马才是苏伟燕,骑才是王浩南,抽了7档的33磅 你看回他的货集,9月3号试过货集,这只十岁老马冲下去还有一些东西看 那这只马呢,上季呢,9岁马,还有赢过他,赢得650,老当益壮的这只马 简直叫做,我不排除呢,这只马呢,缩程了一段呢,他冲上来呢,老马啦,始终体力没那么足 可能要缩程才可以搞定 我觉得如果这只马呢,是冷门呢,可以拖回他一票的,他这只马呢,始终的冲势都很厉害 因为再对比回一只3号,还有那只9号飞翠剧软,两只都在后面冲的 但是看上去呢,这两只马呢,看回他两货集呢,好像还不行 这个是这样,之后再介绍到这只马再说 我会选回这只行进宝区,拖一货冷门脚的 2号马这只有型有福,练马才是郑俊韦,骑才是河明年,抽了个5档的128磅 那这只马呢,看回学习呢,跟跑完全没什么看的 那这只马呢,我自己觉得呢,在这一组呢,都算难跑 因为他守个位呢,守个位呢,很多好马都fit 有只竞得手,飞翠剧软,圆圆动力,都是守他的位去跑的 是啊,所以这只马呢,我自己这一场呢,就没选到先的 而且呢,我觉得他跑千里呢,都不是最正宗的路程 我觉得他跑一里呢,会好些的 那这只马再观看先 3号马这只竞得手啊,用天牌马防的,周俊乐骑 127磅,抽了个11档 这只马呢,上季赢呢,你看他后面呢,冲一段上来,跟着杀光的 那你看回他那一块杂呢,刚刚试过那一块杂 你完全,你不会是选得下手的,打边呢,好像完全没有反应 那这一场马呢,他抽了个11档,虽然我自己觉得 嗯,对于他这一款马来说呢,不算太大影响啦 但是,问题是,如果他要再被人顶出些 去到四叠,入直路才冲一段呢 那,形势就蜂蜂一点啦 而且他,这只马呢,应该开飞都野飞的 所以,我暂时没有,称他放在好先啦 那就看陪律做云啦 四叠,我觉得都要拖的,但是我都没有选到他啦 四号马,这只圆圆动力,罗夫全马防的 潘明辉骑,抽了个6档,126磅 那这只马呢,都比较的,都不错的 他试了货杂呢,赢了的,找小潘试的货杂 他就抢出来放啦,接着放下放下放下放到大道啦 那这场马呢,快马不少的 那我想,等到他前面走,有那只新马啦 哇,那只非常之厉害,你看了那么多货杂 都好像,好超级的那只马 王者精心,会等到他前面走啦 再放在他前些的,我猜黄龙帝国啦 如果,骑斯法辉表现好啦,即是霍云星啦 他拍档呢,应该都会比这只四号的圆圆动力呢 来得前些些的,因为他前触始终可能好 这只黄龙帝国那么快啦 那你还有一只七号马的鸿海福星 又是等在前面走的啦 那所以,圆圆动力呢 就应该要搜到中间的位置再冲一段啦 那我自己有选回他 因为试过货杂呢,吸引到我 所以我都只要执起他的 五号马,王者精心 大卫希斯马,防舌恩骑 二档的胜126磅 那这只马呢,应该是受了很多人的关注的啦 我想,不少报章大字标题都会写这只马 那你看回它那么多货杂啦 六货杂啦 要么就赢,要么就入Q 那试杂虽然从来都不是讲什么 但是你只能够见他的杂是一货比一货进步 一货比一货好的 那看回9月3号那货杂啦 那他自己呢,等在前面走 一路放放放放放到底呢,赢了 那,这只马呢,初出啦 那如果赔得太热呢,都... 都不知道兼不兼顾好 我自己就选他拿作马胆的 因为,虽然说初出没有证明啦 边值两倍多,是不是? 但是,因为始终拆了组呢 那些马实力不是太强呢 我都搞不到帝仔在手啦 那我就单凭杂的表现 就将这只王者精心呈现先啦 六号马这只日辉王啦 田太安琪的审集成马放 今次抽了一档,124磅 看那两货杂呢,进步了不少的 那这些上两场跑呢,跑下去没什么看的 等在后面要追一段,都是没什么看的 虽然那两货杂试好了啦 但如果赔得太热的话呢,我未必会兼顾到他 那如果有十多二十倍开外的话呢 可以选回在手啦,就... 做个四重彩脚啦 因为今次抽了一档,都个不错的档位 他可以跟前少少跑啦 是啊,这只马都需要兼顾的 有进步的 七号马,鸿海,福星啦 文家梁马放的,梁家俊,10档的 M123磅 这只马呢,试了两货杂 两货杂看下去都有一些东西看下的 那他同组呢,还跟阿晋王星一起试啦 那他又是等在前面走啦,这只红海,福星 那...拍着走啦 那最后回来拿个第三啦 那又有跟阿黎海荣帮他试了个杂的 那自己等在前面跑跑,就带回来赢了 那这只马呢,我自己呢,这一场呢 就没选到他的,因为其实范围都很阔的 那这只马呢,千二米呢 上季呢,来地都赢了两场 都是一只,是四班会赢的马啦 那...呃... 那...我觉得呢,就... 四重彩有位,就拖回他一脚啦 如果太热呢,我就... 那一只红海,就不太考虑啦 那只红海,福星 十几倍开外,就拖回他一脚啦 因为,始终我觉得王者精心呢 在这一组呢,应该都可以杀得到的 八号马呢,福起多多啦 又在这一组里面呢,可以选择其中一只範围马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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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试了货杂的喔 货杂呢,表现跑第二啦 那货杂就是王浩南试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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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等着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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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转到用莫雷拉啦,我想... 呃... 应该都有一些寄望的 但是... 这只马呢,始终都是要充一段的马啦 那... 那... 没捉摸到他啦 因为,始终前面有这么多可以放得到的马 那他到底放不放得出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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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比6號秀先 7號我覺得兩隻差不多 9號馬翡翠劇遠 姚本輝馬防狗檔 單是得劇117檔 這隻馬原本秀先是手的 但看完誤雜 他困了一段 當沒有誤雜 當不作準 這隻馬又是要放在後面衝一段 我覺得他是最佳跑法 情況有點像剛剛那隻3號 敬得手 兩隻馬的跑法有點類近 兩隻試下去都好像沒什麼看 班尼德騎 狗檔 如果他又再外疊一些衝 這些馬不是太超級的 蝕不起 我最後就可能沒有兼顧到他 10號馬黃龍帝國 隨魚石馬防 霍宏星騎 抽8檔 116磅 這隻馬其實我原本不想選擇他的 但他等在前面走 我覺得值得拖一票 因為其實前面這次快馬都不少 5號那隻黃的精心 這隻10號黃龍帝國 紅海複色 任海快 圓圓動力都可以快 所以這幾隻馬前面帶 我不排除 步速可以帶這隻黃龍帝國回來 看看他自己守在什麼位 如果他的冷門 我覺得值得拖 因為我寧願拖一隻冷門放頭的馬 都難選到3號敬得手 和9號的翡翠劇圓 因為這些位置真的很講濟 如果他的狀態差一點 他那一段蝕不起 就追不到 所以我寧願放一隻 等前放頭冷一點的馬 在手 11號馬的活力爵士 葉左行馬防 蔡明少騎 背了個三檔 184磅 這隻馬活力爵士 他賽前試了貨集 重化1000集 那貨集沒什麼看的 這隻馬呢 我下班才再跟進 雖然他在四班上場 跑泥地 入個Q的 找一下細潘騎 那他唱呢 就黃金一檔 這場是三檔 我覺得這隻馬都難發揮的 因為這隻 這隻活力爵士 他在這班 即是在這組裡 跑法未必很flexible 腹起多多 隨時可以頂住他的位 他又後一格 那怎麼跑呢 還有因為外碟呢 都有一些快馬在 我怕他打蟹籠 塞在裡面 所以這隻活力爵士 我就沒有選到 那跟大家 複述一下 我今場選了的範圍馬 其實要稱的馬 真的很多在手 一號行進寶區 我剛剛又特意拿出來講一下 四號馬 圓圓動力 三號馬 勁得手 其實這隻馬 都有一段衝力 其實都要選手 五號馬 王者精心 這隻馬都漂亮的 跑施閘 真的很吸引人 然後八號馬 一隻福氣多多 要回 那邊線兩隻 六號七號 日輝王 紅海 複星 都要回 然後還有一隻 十號馬 黃龍帝國 等在前面走 他有些機會冷滿回來 那這場馬範圍這麼闊 我最後沒有辦法 都要篩下幾隻 那我就選了五號馬 王者精心 走頭 好像剛剛這麼說 課集太吸引了 就選他了 四號圓圓動力 跟前守個好位 不排除都可以 可以威脅到這隻五號 十號馬 黃龍帝國 在前面走 走走一下 會不會走得掉了呢 因為他的課集都不錯 你看他 那我就選你十號 八號馬 福氣多多 莫雷拉奇 守住個好位 那個個案 就跟那隻 圓圓動力有點類似 一號馬 行進補區 那我這場沒有包到 幾隻後槌馬 那我覺得 既然都是搏 三號馬 競得手 又是後面衝一段 十九號馬 翡翠劇院 又是後面衝一段 那我不如選一隻 之前 跑來地 有證明過的馬 雖然不是同一個圖程 那我寧願選一隻 一號老馬 搏他 季初 直接動手 好過了 那我的提供就是 五號、四號、十號、八號、一號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 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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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